秋雨 你可以怀疑一切 但你不能怀疑我的真心哪 你 你这个疯女士 二哥 你要对我的王妃做什么 她要轻薄我 无耻之徒 七弟 小姐 你怎么了 别怕呀 小菊会保护你的 奴婢的娘娘从始至终 只有仙儿小姐 小菊 你竟然藏了之不久 难道那次我听错了 你等我 小姐 这是治病的汤药 给你熬好了 嗯 今日还是没有好转 小姐 小觉自小服侍你 你在小觉面前 就不必掩饰了 是蝎儿让你来的吗 小姐 不是 是 蝎儿 蝎儿她怎么不来看我呀 你看 这是她最喜欢的花 我特意给她摘的 看样子 她是真疯了 但是 这花有点破了 她是真疯了 她是真疯了 我还没想着 你不相信她 她是真疯了 我已经死了 你不相信我 我还没想到你 也没想到你 你是不是想害我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给我喝 给我喝 是不是你不让仙儿来 讽刺 快把妹妹还给我 按上一时的时间 林墨应该快来了 你 秋雨 你这是怎么了 你是谁 别碰了 不必担心 七弟进宫了 我买通了他的下人 好不容易才进来见你 他们都说你疯了 但我不信 定是你不想委身于他 所以出此下策 可又发现李简的意样 我说了 别碰我 秋雨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所以故意的 对不对 秋雨 你是我今生至爱 若不是情妃所愿 我又怎么能让你嫁给李简 你定是在与我置气 你信我 我对你说的话 如果有半点虚假 必定天大无雷后 他日 如果我黎沫为帝 你慕容秋雨 必为后 我要以这江山为平 今生只娶你一人 秋雨 你笑什么 我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啊 李简 李简 我刚刚凯旋便看见了黄宝 说你封了新二位贵妃 是真的吗 我问你拼死杀爹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秋雨 你爹临终前 让我照顾新二 实之外忧内患 我为了信守承诺 不得不给他名分保他性命 但你信我 我的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人 秋雨 你可以怀疑一切 但你不能怀疑我的真心哪 你 你这个疯女士 二哥 你要对我的王妃做什么 他要轻薄我 无耻之徒 齐帝 你不是进宫了吗 我若非去而复复 恐怕我的王妃就要被你欺负 受欺负 二哥 本王没有邀请你到我的府上 你作何而来 我知道 你跟秋雨是老相识 不过她既然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王妃 二哥 还是尽量保持距离的好 好 你为什么打她 她不仅该打 而且还该死 你和黎沫是青梅竹马 感情甚多 想不到你竟如此恨他 从前视我识人不清 但如今 在我面前无可遁心 所以你早就知道 那丫鬟小菊是慕容馨儿的人 没错 只是我不知道 他那日会在门外偷听 险些扰乱我的计划 那你为什么还留着他 当然是为了钓大鱼啊 还有 我得谢过王爷回门之日的配合 那日看见 你看慕容馨儿和刘云的眼神 恨不得当场把他们杀了 我是来复仇的 若是我软弱可欺 只会落得惨死的下证 王爷 王爷 我这样 你可会觉得我心狠熟辣 本王只相信因果报应 那天去过慕容家 本王的确颇有感触 我与慕容家的关系 一时难以说清 明日圣上请我进宫表演 明日圣上请我进宫表演 也请王爷好好看看 否则单凭我一张嘴 想必王爷也不会相信 我是您的朋友 而非敌人 好 那本王就拭目以待